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桑普論證 今天我事情比較忙, 所以做一節這個桑普論證的節目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們遲些再做多些不同的議題 炒雜, 我想有很多的新聞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桑普頻道, 留言、分享, 尤其是月初 可以訂閱Patreon, 尤其是Patreon, 幫助新在台港人全額撥捐台灣香港協會 另外, 也可以看完廣告之餘, 留言, 分享, 訂閱, YouTube, Patreon 之餘 也都利用這個Superfanser Function 能夠贊助我本人, 多謝各位 我們再看看香港最近的新聞 我們看回包包、蔡玉玲, 經營雜誌社的這一位 很重要, 前港台的一位很資深的記者 亨槍集的前編道, 他就是有一宗查車牌案 我之前幾集已經講過, 這宗案竟然涉及到什麼法律的議題 現在就不再重複 他被指為為了跟進元朗721襲擊事件 向運輸署虛報車牌查冊用途 2021年被裁定兩項作出虛假陳述罪成 罰款6000的, 不用坐牢, 但基本上是案底 為公義, 他要爭取到底上訴再上訴 蔡玉玲提定罪上訴, 被高等法院駁回之後 再申請終極上訴 這個終極上訴, 聽到終審法院的法官 似乎對於原先告他的一方 被上訴人相當有微詞 對於上訴人蔡玉玲好像挺有好感 希望祝福他, 他將會有好的判決 案件早前經聆訊之後 終審法院五名法官 將會在下個星期一 5日 6月5日 即是六四 34週年之後的一日 去宣佈判決 希望一切都順利 司法機構網頁顯示 案件將會在6月5日 上午10點宣佈判決 祝福他, 一切順利平安 大家說到六四已經說了很多 我提出一個想法 與其說六四 他們又禁制 紀念34週年不可以說 又不說6月4日 奔向6月5日 那你又不可以說六四兩個字 怕敏感 那6月3日晚上行不行 其實真真正正殺人的 開始的時間就是6月3日晚上 這裏殺到6月4日的凌晨 早上都繼續殺 那當然啦 真正殺人的地方 我們為了約定俗成 都是說六四的 但是真正殺人的時間 不是開始6月4日凌晨之後 在6月3日晚上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想就是 如果6月3日晚上 那你真的出了我們帳嗎 那你已經說到最多 真是34週年 所以6月3日可以說 6月3日晚上也可以說 絕對是應該呢 大輸特輸 大講特講 突破他們這些 敏感詞的限制呢 來繼續把這個聲音呢 來發揚光大 那麼共產黨的邪惡 很顯然的就是屠殺 即使今天共產黨依然否認 六四又屠殺 讓外國實力抹黑他 別有用心啊 處心即是想消滅中國啊 亡我之心不死啊 又說這些歪幅事實 強烈譴責堅決反對 怎麼說都好 事實擺在眼前 六四就是一場大屠殺 是毫無懸念的 我想這一點大家希望大家有個清晰的 就是認知 也希望將這個認知 傳給全世界的人 那麼希望國殤之處 可以在全世界也都舉起來 也都因為這樣 關顧到我們本身 香港人的狀況 也都希望對於中共的保證呢 以嚴詞的譴責 是毫無畏懼 毫無據悉的 那麼最近大家知道 就是拜登就是 就是仆街了 那麼他上到這個 海軍基地 海軍的不是基地 他有個頒贈很多的獎狀 獎章 九十分鐘時間 老人家就不聲勞累 走上去回台後 地下那裡 即台上的上面 有支柱 有個沙包 一個sand bag 那他看不到路 方不擇老 最後一頂卡下去 就一個tumble 跌起身 趴起身都趴很久 接著很多維安特工人員 幫他 刺負起身 就是引為全世界的笑病 那你不可以說 親美所以這些不值得笑 但是我覺得 美國人選了個這麼老的人 這麼不良於行的人 這麼weak的人 就是你看一下 這些影片 給到普京看 給到金家金正恩看 給到習近平看 給到李家超看 給到一眾共產黨流流看 人家會怎樣反應 而事實上 人的反應 就是當然 我不是說幸災樂禍 但是你身為一個美國總統 你沒有這樣的體力 而且這次都不是第一次了 End times 不要說飛機下來 那次沒有跌跌 但是你說其他的時間 都有類似的情況 那我們不免是對於這個 老人的體力 智力 和他的精神狀態 在北面有很大的疑問 也在這個時間 共和黨也展開他自己 總統的一些 所謂的前哨戰 你看到 這個叫什麼 Desa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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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調 他自己叫Desantis 被特朗普嘲笑他 我喜歡說打 哈哈 甚至說 你要兩人任期 八年才可以把 當中拜登現在的亂證 撥亂反證 Desantis 你完全說錯了 Desantis Desantis 他說的花名 Desantis 就是這個 他取這個Desantis的花名 就是特朗普和他之間的言語之爭 那就說 你要八年 我要六個月 我要半年搞定 所以撥亂反證 半年內取消了 所有拜登的亂證的東西 而之後撥亂反證 你這八年 你真是可恥了 這些言語之爭 是存在的 改花名的東西 特朗普一直都說的 什麽特朗普都說到佛羅里達州 罪我得日率 全國大多高啊 那些什麼 那當然 又引起了Desantis的反駁 就說 你要還 你這樣說 我就要還拖 那很多人在這個地方挑撥 離間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美國政治的常態 你用華人那種 你用溫良公劍讓的這個心態 去看 美國的政治 你用植物的心態 去看動物的行徑 OK 你是 當然刀光劍應 當然要辯論 當然在政策上面要說很多事情 那很多的理論上 譬如說 對於反對 批判種族理論 批判性別理論 甚至是對於 變性等等 童年變性的問題 大家反對 這些保守主義 基本價值 我覺得Desantis 和特朗普是沒有分別的 分別在於 就是說 跟建制距離有多近 還有 建制派 深層政府距離有多近 還有 實際上做的政治 就是 的效力 的執行力 阿文哲經常說 執行力 執行力不是一切 他必要元素 但不是充分條件 也不是最重要的條件 最重要的條件是 你的價值觀 你的價值 所以阿文哲 完全是一個不合格的人 他推銷什麼 金下大橋 金門下門大橋 覺得這樣 很棒 這件事 就是 養雍為患 我覺得這件事 非常可疑 另外 你會看到 除了這個 阿文哲之外 你看到 美國總統選舉 那你怎樣 特朗普和Dissantis之爭 都是叫做 口蝕之爭 在價值觀上沒有問題 只是說 誰好些 誰沒有那麼好的問題 這就是 由 美國共和黨的支持者 共和黨員 去做 共和黨員 共和黨的支持者 做這個 初選 這很重要的 Republican的 這個 我覺得 這不是我能夠 智慧的 但我肯定 大家就是 君子之爭 現在看到 無論籌款能力 或者是民意支持 特朗普都大幅領先 這個Dissantis 就是 換言之 先前 民主黨 和這個 有關FBI 或者DOJ 他們對於特朗普的打擊 很多的烈毛行動 是不起作用的 依然民意相當強烈 你越來對他的烈毛 越能夠刺激 起他民意的上升 所以我對於這件事 希望大家有軍事之爭 本來特朗普 或者Dissantis 我都希望他們 來一場軍事之爭 彼此會神槍蝕劍 你罵我 我罵你 黎章摔角都會有 很多的中華文化的人 覺得看不順眼 就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刀刀見血 其實在美國的文化 是絕對是一個 很正常的事 正常不過的事 讓他們兩個發酵 慢慢去做 爭取大家的認同 我覺得 對於特朗普的支持 我會覺得 和對Dissantis的支持 都是為了價值 我們不搞個人崇拜 也覺得 誰蓄勇的價值 和誰的能力 比較高 當然就會當選 我們拭目以待 有關的變化 另外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 也看到 中共的長臂的 管轄延伸到海外 滋擾和恐嚇中國的逃犯 美國也第一次 有人 因此接受到審訊 一名退休後 成為私家偵探的 前紐約警官 和兩名華人 被控充當中國的非法代理人 案件就是美國時間 星期三 5月31日 即是在前日 在布魯克林聯邦法院開審 綜合外電的報道 三名被告分別就是 麥克馬雄 Michael McMahone 鄭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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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勇 朱勇 他們三個人 鄭聰穎 朱勇 和麥克馬雄 其中麥克馬雄 是前紐約的警官 做共諜 他們被指控當充當中國的非法代理人 跨州跟蹤和合謀犯事 面臨最高十年的監禁 台灣真是學一下 做中國國共產黨的代理人 是面臨最高十年的監禁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事 你對軍人的處罰有 也有重 但對非軍人 對警官 對於一些中國人 會不會判得這麼重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疑問 所以台灣真是要硬起來 真是要將國家安全的那個 那個 言能夠崩緊 不然的話就不得了 助理聯邦檢察官 Elisa Chan 在開庭的陳述中表示 由2016年開始 中國政府試圖 使用非法手段尋找前武漢市 法改委主任徐俊 今天朱勇為此聘請 默克馬雄調查徐俊的住所地址 交給鄭聰榮 鄭聰榮在2018年秋天 在徐俊的家門口貼上紙條 上面寫著 如果你願意回大陸坐十年後 你的老婆子女就沒事 這事到此為止 真是不知所為 檢察官指稱 中國當局又讓徐俊的父母 由中國飛到美國警告他 如果他不回家 親戚就會受到傷害 是威脅再威脅 你看到這個默克馬雄 美國人 Michael McMachon 他是前紐約警官 即是不知所謂 他有個辯護人的律師 就叫做Lawrence Lutzberg 就聲稱 這位默克馬雄 是一位受到家長的英雄警察 不知道自己一直為中國工作 辯稱是受僱尋人 你信不信呢 你信不信呢 裝不知情 被告知道徐俊曾從一家中國建築公司 挪用了幾百萬的美金 Lutzberg 這個辯護律師就說 馬克馬雄在新澤西州 做監視的時候 保留了詳細記錄 並通知當地警方 另外鄭聰榮的律師 Paul Goldberger 就說 鄭聰榮在被起訴之前 還沒見過其他同案被告 2018年 和他一起開車去到 New Jersey的男子 康澤濱去年認罪 預計將會出庭作證 那 Goldberger 就是爭辯說 鄭聰榮很快意識到他參與進來的錯誤 在第二天早上 返回取下了那些章字條 這些全部都是我覺得堂塞之詞 那 朱勇的律師 Kevin Tone 就表示 朱勇在中國武漢的一個招聘會上 運到這份追蹤 在美債務人的工作 他強調其他的客戶 也是受害人被人利用了 即將加害人包裝成為被害人 這樣 紐約時報引述了 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 夏偉 Oville Schell 就表示 訴訟程序預計將會持續兩到三個星期 公眾透過訴訟將會看到中國控制境外言論的手段 我們拭目以待這個案件會如何去開審 但是馬克馬虹、鄭聰明、朱勇 這個這樣的團伙 是為中國共產黨在美國做盡共產黨交託他所做的事 這一點是一體的手法 就知道毫無怨念 另一方面 中國閘豬頭又繼續做些不等花的事 搞什麼呢 他不是搞人工智能 要人工智能 聽黨話 跟黨走 成為黨工智能 國民很多黨工 黨的工作人員 黨工智能 不是人工智能 據中共黨委報導 即新華社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下令加強監管人工智能 作為準備經受風高浪急 甚至驚濤蟹浪的重大考驗的一部分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 習近平在五月三十日 星期二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 上次講過 他會上表示 要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 打好組合拳 又說要底線思維 又極限思維 又要經受風高浪急 北京圖蟹浪提升網路數據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 他說當前面臨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 和奸據程度明顯加大 這看到中共政權近期已經採取措施加強國家 對人工智能的控制 4月11日 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起草了 新城市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辦法的草案 要求所有人工智能產品在發布前 必須經過安全評估 這個法律草案指出 人工智能產品將會被要求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的價值觀 並且不得包含顛覆國家政權的內容 即是講到明就是 講謊言 問題就是難在這個地方 當一個人工智能 又要講真話又要講假話 他分辨不到什麼真什麼假的時候 就很出事 例如人工智能 你說 32乘2是多少 不能顯示 這個不是人工智能 65減1是多少 不能顯示 65減1等於65減1 這個不是人工智能 這是一個笑話 即是今時今日 當你這個人工智能 去學習方言 但同時學習 基本的科學知識 邏輯 common sense 或者sense 兩樣東西是對不上 對不到盤的 兩樣東西是會矛盾的 是吧 那你說 即全部都是拜登衰 美國衰 中國好 全部形成自己的一套中國邏輯 而中國邏輯最沒有邏輯 當一個沒有邏輯 只有中國邏輯的話 變成了人工智能 不是人工智能 即是黨的宣傳機器 包括包裝成人工智能 這樣去幫黨去做宣傳 任何的東西 就像趙立堅講的說話 學習近平講的說話 與所有的東西都是這樣 沒有新的知識 只會不斷糖水滾糖乳 中國人用人工智能 只不過是說 學習黨的指令 黨的教育 從來都不會獲得新的知識 是吧 而且那些是智商矛盾 而不能有正解 也沒有邏輯去分辨所有的事 這個沒有邏輯 沒有常識的人工智能 就不是人工智能 你沒有common sense 你沒有logic 你沒有經驗 你沒有知識 你根本上沒有辦法做 有知識 譬如給她一段六四的片 請問 這段這樣的片 是發生在哪個地方的 問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不可顯示 你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不要上傳這條片 考問我 是不是可以這樣呢 當真與假 混在一起的時候 根本上沒有辦法做任何人工智能工作 就是一個小學雞 就是這個程度 北京方面還表示 深度偽造deepfake 的人工智能 生成的圖像和陰憑 也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的穩定 構成威脅 其實中國共產黨 用一大堆deepfake 來攻擊其他地方 同時也飽受不住人家的deepfake 所以這件事是自相矛盾 雖然加強人工智能的監管 但中國仍然想趕上這個行業發展的潮流 中國較早之前宣佈 計劃在2030年 即7年之後 之前 即7年內 成為全球人工智能的領導者 歐洲又想做領導者 美國又想做領導者 各思各法 但我只是說 商業顧問麥肯錫就估計 到時這個人工智能行業 每年可以為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增加大概6千億的美金上下 你想想 如果你習近平指示到人工智能 必須要反映社會主義 即是黨管AI 人工智能就會變成黨工智能 豬頭智能 毫無懸念 那我看看 那時候會怎樣出事 但這個黨工智能 人工智能 豬頭智能 即是甚囂塵上 大家知道 相當可怕 那 這些新聞 希望大家也要注意 我們社會是需要悔悶 我們也看不到 即現在有一種 即是 有強烈的意志 要跟共產黨做一個死過的博弈 而共產黨在不斷的衰弱當中 這種情況是相當詭異的 但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面對的是 對台灣戰爭危險 從來沒有解除 兵空戰危 希望大家都要知道 台灣是這樣的地方 有意 上來這個地方 成為國民的人 也希望大家 能夠有同樣 愛護台灣的心態 不是 就是 過過水就算數 這就是我一直覺得 是很重要的事 你對人 有要求 對自己 要賺取利益 也都要對於 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 負上責任 這個責任 不是說出來 是要做出來 OK 希望大家努力 我們一起奮鬥 下次再見 加油